彼斯麥皓 鏡頭拍不完 我要先按 好 大家好 祝大家身體健康 現在你看的是Toys TV的玩具堂 你的主持就是Brian Lo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作品 就是一個比較具型的產品 在我Kobi的職目 就是彼斯麥皓 這個彼斯麥皓足足用了我 我想也有八九個小時的時間才完成 我砌職目的手腳比較慢 比較小心 砌得比較慢 但是砌得很開心 這一隻是他早期的 應該是我沒估計是大型戰艦職目 可能是第一隻他推出的 但喜歡熱戰的朋友知道 這一隻其實是一個很著名的德國戰艦 當然了 戰績有一間和小小分享一下 這一隻曾經被稱為 歐洲最大的戰艦 當時 他的姊妹艦Trippus 是兩手最巨大 Trippus還要比他重2000噸 但彼斯麥 比較多人認識 用了八小時去做的話 其實都幾多職目 你看 這個盒子真的是一米長 是一千九百七十六塊 是一千九百七十六塊 那就是四百一零 好了 你說這隻戰艦大不大呢 當然就不及鐵帶來 還有大和好帶 因為這個是比較早期的戰艦作品 但本身這隻戰艦都不及大和好帶 但是呢 砌起來呢 我想都不相百眾 因為除了積木的數量是少些之外 其實複雜程度都很多 只是看說明書都知道 是有兩本這麼多的 好了 還有早期的作品呢 其實 也有少少貼招連 大家注意一下 一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 講一下少少戰艦的資料 喜歡二戰時德國一些模型的朋友 都知道 差不多是砌戰艦 這些都是必砌的 就是Bismarck 但是呢 他的戰績 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廢謊 如果是相對大和好 我覺得他的戰績 比較差一點點 因為可能經歷的時間比較短 1939年下水 194年年 叫做完成整隻裝備 投入戰場 但是很短時間 1941年被英國的艦隊擊沉 在第一次海戰中 是激沉了一架 英國巡洋戰鬥艦 Hood 胡德浩 用很短時間擊沉了對方的戰 因為當時 應該說 一直以來 英國的海軍 都是文明歐洲 幾百年了 所以 很短時間 英國跳襲了很多艦隊 去圍剿報復 圍剿比斯麥號 以及當時參與戰爭的歐根親王號 第二場之夜的時間 其實比斯麥 遭遇到英國的很龐大的艦隊 去圍攻他 很早期的時間 其實比斯麥的舵已經壞了 所以 戰艦本身無法控制 只能夠不停繞圈 英國艦隊看到這一點 就不斷圍攻 比斯麥只能夠還擊火炮 但是 因為無法逃走 也無法改變航線 所以就捱打 英國的艦隊 人多欺人少 總共發出2,800枚炮彈 其中400多枚 並中了比斯麥的船身 建築物 或者他們的武器裝備 可以理解到 當時的情況多麼慘烈 在甲板上面 基本上是火海一片一條廢墟 但是 有趣的是 戰艦仍然被擊沉 中5個炮彈 最後 大副宣布 比斯麥應該要棄艦 因為已經差不多半沉 也不想落在盟軍手上 最後 戰艦就正式沉 雖然比斯麥的戰色 不是很飆冰 甚至是在戰爭的初期 已經被主要對手 英國的艦隊擊沉 但是 過程非常浪漫 非常慘烈 有小說 甚至有電影改編 這個故事 有生還者 報告 當一日戰艦沉迷的時間 看到當時比斯麥的艦隊 林德曼 就在艦橋中縮立 整個過程 真的非常相似電影的橋段 或者漫畫的橋段 除了艦長犧牲之外 全比斯麥裡面 2200個船員 只有百多人生還 雖然比斯麥這次被圍剿 很快沉沒了 但是 以當時的情況來說 其實也是很厲害 整晚的炮彈攻擊 好了 講完一點的歷史故事 其實這艦艦艦艦是一個悲劇英雄 即是生於亂世 他打算就有一片作圍 而且 國家當時 納粹德國也打算 但很多異戰的模型友和歷史化燒友都會對益德軍的戰備 所以比斯麥都是其中一個他們最喜歡做模型或參考的資料 好了,看看吧 長度方面,跟大和號有一個距離 現在我會嘗試跟大和號一起拍攝影 大和號組裝的數字是2,000多件 接近3,000,相當大一點 但比斯麥不是小很多,也跟現實的比例差不多 戰艦來說,它們是很特別的,也是有比例的,1比300 好了,我們一起看看主觀鏡頭吧 我們一起拍攝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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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現在我們一起拍攝影響 我們一起拍攝影響 我們一起拍攝影響 現在看到積木呢,長度不相差太遠 我想相差幾Cm左右 但你發現大和號組裝的大和號 就明顯看起來是重型很多的 我們特地也放了一架 Cobi的現代裝飾車 所以作為一個純粹的產品比較 你看到一個大概300元的積木裝飾車 就是這個1,000元的戰艦 差太遠了 大和號依然是很宏偉的 但還是先看看主角吧 因為比斯麥的產品來說 它是出早過大和號的一段時間 大和號和寶藏應該是去年 2019年的夏天出出的 而比斯麥應該是在內一點 因為我看到大和號在砌的過程中 是很少需要用貼紙的貼紙 但是呢 比斯麥是需要用貼紙的 那現在你看到的那些 我照著這些位置 其實是要用貼紙自己連來的 但是看回大和號後面那些 這些呢 沒有記錯就不用的 應該是Stamp Print來的 摸下去就知道 我希望我不會坐 因為應該沒有貼得那麼好的 如果 自己貼 有一點點尾 一定會 即是自己貼一定會有一點點尾 來不尾程 然後再另一個虎欠 或者正一個來看 兩隻之牙比較 船身的高度呢 我們兩隻都是放在架上 即是原先原裝的架 我看到架的高度應該沒有差 沒有分別的 但是看到正面看 其實整隻戰艦 大和號是比較大 但是那個船的危機高度 比斯麥比大和號高 那這個大和號 thousand 我們搬破了少少空咱塔 右邊的一些 我稱為翼 現在呢 即是 如果提及價錢 Sir 應該是 好像也不是 各自喜歡 但實物不是差很遠 但數量上沒有記錯 大和2600多塊 而比斯瑪是1900多塊 你看到複雜性 大和好看起來複雜的炮塔 很仔細地出反力 比斯瑪也是 但炮塔的數量 大和好是數一數二 先看看自己單獨的比斯瑪的 我主觀預望仍然留下 彈車和裝甲車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看看這隻比較巨大的 植物產品 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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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掉 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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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